恐龙夫妻一口气要了三个孩子 首先出来的是个女娃 俏皮又可爱 刚出生就和爸妈玩起了捉迷藏 她叫丽丽 喜欢在妈妈的背上玩滑梯 紧接着第二只恐龙也要破壳而出 还没出生就顶着蛋壳满地跑 一看就不是一只省油的龙 绕了一圈过后 一头撞破了蛋壳 脑瓜子嗡嗡作响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淘气 八颗叼起地上的木棍 使劲地敲打老爸的腿 还真是个大孝子 这时第三颗恐龙蛋也开始躁动起来 这颗蛋最大 按理说应该是个大块头 还没等它出来 哥哥就直接来了几门棍 这颗把爸妈给吓坏了 蛋壳破碎 可是里面啥都没有 恐龙爸爸走近一看 里面居然是一只又呆又萌的迷离小恐龙 龙爸和他打招呼 他又害怕地躲了回去 看来他还没有勇气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 在恐龙爸爸的鼓励下 他踏出了龙升的第一步 看他身体摇摇晃晃 连走路都还不稳的样子 龙爸给他取名叫阿洛 就这样 恐龙一家在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 转眼间 哥哥姐姐很快就长成了大高个 可阿洛依旧是只迷你小恐龙 这天 妈妈安排阿洛去养鸡场喂鸡 胆小的阿洛左顾右盼 生怕被老母鸡一口吃掉 他咽了一口气 撞着胆子往里走 发现草丛里面好像有动静 他慌忙躲在篮子后面 被吓得直哆嗦 原来是只小黄鸡 被藤蔓缠住了脚 善良的阿洛帮他解开 现在没事了 快去找你的妈妈吧 这时出现一只老母鸡 凶神恶煞的样子 看着很可怕 阿洛被吓得哭爹喊娘 离开了养鸡场 还差点跌进了河里 幸亏爸爸拦住了他 看到阿洛这么胆小 连喂鸡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爸爸决定给他安排点任务来锻炼他 随后便把他们带到了粮仓下面 谁要是完成了任务 就能把自己的脚印印在墙上 这象征着自己 已经成为了对家庭有贡献的成员 由于二哥力大无比 很快就完成了伐木任务 大姐勤劳且聪明 他能用鼻子离地 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至于阿洛 真是干啥啥不行 捣乱第一名 看着荣誉墙上的脚印 阿洛决定奋发图墙 他气势汹汹地来到养鸡场 结果却被二哥假扮得 老母鸡下的瘫软在地 阿洛开始变得自暴自弃 他认为自己根本不会做恐龙 为了让阿洛重新找回自信 爸爸决定给阿洛 安排一个看管粮仓的任务 最近老是有野兽来粮仓偷吃玉米 只要阿洛能抓住它 就能在粮仓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爸爸还教它制作陷阱 一旦抓住偷粮食的野兽 就手起棍落 将它就地解决 为了在粮仓上留下脚印 阿洛接受了这个艰难的挑战 他信誓旦旦地含着棒锤 就等着野兽掉入陷阱 没一会儿 陷阱就被触发 胆小的阿洛匍匐在地上 慢慢上前查看 突然 原来是个小野人 阿洛叼起地上的棒锤 准备对着小野人一棒子砸下去 可当他看到小野人拼尽全身力气挣扎 都快要窒息时 善良的阿洛还是不忍心下手 割断绳子将小野人放了出来 小野人感到很意外 走上前去 似乎想通过气味 记住眼前的救命恩人 这是恐龙爸爸及时赶到 看到阿洛放走了偷粮食的小野人 爸爸非常失望 为了能让阿洛克服恐惧 爸爸决定带着他上山寻找小野人 半路上他们遇上了暴雨 河里的水位快速上涨 阿洛终于坚持不住摔在地上 爸爸有些自责 他扶起阿洛刚准备原路返回 又遇上了山红爆发 危急关头 爸爸用尽全力将阿洛顶了上去 可他自己却不幸被山红吞没 恐龙爸爸去世后 妈妈扛下了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 阿洛对爸爸的死感到十分内疚 他变得越来越懂事 也主动为妈妈分担家务 这天 阿洛又发现有人在粮仓里偷玉米 走近一看 居然是之前放走的小野人 要不是因为他爸爸也不会死 小野人丢掉嘴里的玉米 大摇大摆地朝着阿洛走来 你还挡回来 看我不把你撕碎 小野人顺着阿洛的脖子逃离了粮仓 然而阿洛并不打算放过他 小野人叼着玉米杆子在前面跑 阿洛骂骂咧地在后面追 想赶紧把小野人吓跑 反而被小野人吓得失足 掉进了河水中 湍急的河水把他们冲向了下游 眼看着离家越来越远 阿洛在水中不停地挣扎 却被狠狠地撞在了石头上 失去了知觉 等他再次醒过来时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石滩上 周围都是悬崖峭壁 一切都显得很陌生 在寻找回家的路上 阿洛再次看到了那个小野人 他奋力爬上悬崖 想要抓住小野人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小野人造成的 要不是因为他 爸爸就不会被洪水冲走 自己也不会流落到这个鬼地方 小野人听话地走到阿洛面前 把地上的土踢到阿洛脸上 便离开了这里 迷路的阿洛想摘树上的果子冲击 他踩着石头伸长脖子 结果还是吃了个寂寞 更惨的是腿被压在石头下不能动它 阿洛用尽全身力气 可大石头依然纹丝不动 他折腾了很久 也没能把腿蒸脱出来 很快夜幕降临 阿洛精疲力尽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阿洛从噩梦中醒来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腿居然能动 再看了看地上 居然多出了许多小脚印 好不容易挣脱石头 又遇到了下雨 阿洛只好用毕生锁学 搭了个漏雨的帐篷 小动物都忍不住笑出了猪叫声 这时 一堂的草丛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阿洛被吓得瑟瑟发抖